短短10天时间 被称为亚欧十字路口的阿富汗局势风云突变 塔利班武装时隔20年重新掌握政权 战乱 难民 外国驻军 恐怖组织等笼罩在阿富汗上空的乌云密布 内忧外患错综交织 从历史上看 是什么造成了阿富汗如今局面 未来阿富汗政局前景将如何 近日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 对此进行了深度解读 他认为美国加速撤军 和其整个国际战略调整有很大关系 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等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确实认为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认为阿富汗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太重要了 第二个是认为中俄重新成为了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也认为威胁美国现在最严重的不是阿富汗 不是恐怖主义 而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个主要的竞争者和挑战者 战略上来讲 他实际上沉重了打击了美国的国际战略的威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美国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和信心 比如说美国事实上抛弃了阿富汗 虽然现在很多人讲说阿富汗不是美国的盟友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 这个阿富汗政务是美国的盟友 美国也多次讲过阿富汗是美国的盟友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把他的一个盟友给攻守 相让给一个敌人了 塔利班仅用短短十天时间 即占领包括首都喀巴尔在内的阿富汗绝大多数领土 朱永彪认为 此攻势背后是美国仓促撤退 以及阿富汗政府军失去作战斗志和目标的缘故 特朗普政府包括拜登政府 等于一再的告诉阿富汗政府 阿富汗政府军说 你们要和塔利班的分享政权 甚至是说你们可以联合建立一个政府 同时或者建立一个以塔利班为主体的联合政府 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阿富汗政府军就失去了一个作战的目标了 因为我们知道一支军队还要打仗 就是说要么是反对外敌入侵 要么是国内的评判 但是对阿富汗政府军来说 在美国的阿富汗政策调整的情况下 他已经失去了作战的目标 因为塔利班不是他的敌人了 甚至有可能成为他未来的合作的对象 他的战友 甚至有可能成为他的领导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没有必要 也没有意义再和塔利班去作战 对于重新执政的塔利班 在稳定阿富汗国内局势和外交方面将面临哪些挑战 朱永彪回应塔利班今后面临的问题比原政府只多不少 还需要时间去解决 整合 以阿富汗政府就是原来的阿富汗政府之多不少 也就是原来阿富汗政府实际上面临很多的问题 比如央帝之间的矛盾 就是中央这个政权的相对的不强 威望不强 管空也不强 地方势力比较强大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 就是发展国民经济保障民生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塔利班面临更多的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国际承认 国际援助 同时呢 我们说还有其他几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塔利班做出承诺的 要切断和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联系 另外呢 他还涉及到一个毒品问题 要管控这个硬素的种植等等 我觉得目前他还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他势如破竹 速度很快 控制了全国的政权 但是呢 对内部势力的整合 可能还是需要一段的时期 一段时期来这个进一步的整合 相比20年前 塔利班重新掌权后 似乎变得温和了不少 朱永彪分析目前塔利班内部 确实有部分人有此真实想法 但是随着阿富汗年轻人 与外界沟通越来越方便 受教育群体快速增加 承诺也是塔利班 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特意营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温和的 更加温和的一种形象 更加符合这个国际社会胃口的 这样一种形象 是暂时性的 是策略性的 还是说是他的真实的想法 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 这个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塔利班内部呢 现在整个结构呢 也非常复杂 就可以说 其中有小部分人 确实是有这个真实的想法的 但是呢 另外一部分人 可能不会有这个真实的想法 他们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性的 也就是说 我暂时的缓兵之际 我先把目前的局面呢 给应付下来 这可能是 就是相互交织的 一个真实 一个客观的 一个存在的一个基础 但同时呢 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这样一种政策 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能够持续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是值得担忧的 相比2001年的时候 现在阿富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呢 塔利班管理的这个国家呢 是整体上是比较纯粹 比较单一的 大多数都是比较落后 绝大多数人都是城市 都是这个乡村的这个人口 但现在呢 一是阿富汗整体的人口规模扩大了 第二个呢 就是阿富汗的这个城市的人口呢 在快速的增加 再一个呢 就是受教育的群体呢 在快速增加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阿富汗现在拥有智能手机的年轻人 基本上人手一部手机 他们和外部的联系呢 也很方便 所以现在塔利班面临的 他一个治理的环境 和过去呢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对塔利班呢 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 也就是说 他做出前面的那些承诺 既是他一个策略性的 可能说一个政策性的一个需要 同时呢 也是他要面对现实 最后朱永彪坦言 除了内忧 还有外患 塔利班还面临着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潜在的制裁 封锁 甚至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还有如何处理与基地组织等一些外来极端主义恐怖势力的关系 无论此前是合作还是竞争关系 要想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仍与羽雄爪不可兼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